Hello 大家好 因为我们《人民的公益》主线剧情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进展 所以我们来抓紧给大家录一期《人民的公益吃瓜之路》第九集 这一集的主题是张正汉究竟是被谁封杀的 那么既然提到了关键人物张正汉和他被封杀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封杀这件事 对张正汉的封杀可不是我们一般老百姓以为的 不演戏了不做公众人物的这种普通封杀 我们来看一下据网友的不完全统计 中国演出协会对张正汉封杀带来了哪些超出想象的负面人像 第一条 他的姓名是全网的违禁词 同名不同性的也违禁 不能注册手机 不能注册网站 连购物也不能用他的名字 这是失去了姓名权 第二条 全网不能出现他本人的任何的图片视频声音 就我观察在一些网站出现局部也不行 什么叫局部呢 就是比如说截了他的手 截了他的嘴 截了他的脚 就是这样的局部都会被识别出来 不允许出现 那么这个失去的是肖像权 很有可能会涉及面部识别问题 第三点 日常生活当中家里被人送花圈 跟踪危险快递等等 这危及了人身安全 第四点 下下屏蔽了他在家里及亲属的相关的店铺账号 剥夺了本人及其亲属的就业权 不光他本人会被搏击 他在家里也会被搏击 而且说到这个问题啊 其实就涉及到中国演出协会 他的封杀里面或者说他的这个文件当中 会涉及到的跨行业抵制 他号召他的所谓的会员单位进行的联合抵制 不仅仅是行业内部 还涉及到跨行业抵制 那何为跨行业抵制呢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本来我是卖煎饼果子的 然后呢 因为我往煎饼果子里放辣条 大受欢迎 那生意就很红火 然后这个时候鞋位跳出来说 你不允许往煎饼果子里放辣条 否则我就要封禁你 你不许再卖煎饼果子 OK 那好我不卖煎饼果子 我可不可以也注册了起手 去送煎饼果子 中眼协说不行 我们号召的是跨行业抵制 所以我不仅不能卖煎饼果子 我连送煎饼果子也不行 第五点 网络上近红不近黑 这个所谓的近红不近黑啊 这里网友也有比较明确的一个介绍 就是全网只允许留下负面的造谣的信息 而不允许正面的 或者说甚至是一些中立的讨论的信息 都会被删除 那么这其实是剥夺了他本人的发声渠道 那么有网友可能会问 那没有人替他说话吗 有啊 但是同样被联合打击 也就是说被连作了 一样失去了发声渠道 第六点 把谣言写进课堂 考试宣传材料 辅导试卷教材 子孙后代永悲骂名 这已经祸及后代了 此处啊 我想对那些把内经调查核实的不实信息 我再说直白点 就是把谣言带进课堂的老师 把谣言当成宣传材料 或者说教辅材料宣传材料 去进行编写的编辑 在企业的网站 发布实证宣传卷文的教育机构 等等这些吧 我知道你们可能大部分都是 在八月份潮水般的谣言和信息当中 被舆论所裹挟和蒙蔽的 那么现在呢 既然真相浮出水面 问题也被指出来了 所以呢 以上这些人 我就呼吁大家 咱们呢 赶快改成错误 去进行修正 也想办法去在后续当中 去消除 无意当中 给当事人带着那种危害和负面效果 第七点 线上线下 都出现了社会性死亡 几乎被所有的团体机构会进行出名 哪怕是办一张健身卡 也不行 很离谱是吧 还有更离谱的 在十一月的时候 有一个账号啊 发了一些狗的照片 小狗 然后这个狗呢 被认为可能是他的狗 就疑似他的狗 也可能是长得像 也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然后这个账号被举报掉了 这事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 因为太魔幻了 所以不仅是要剥夺全国几千个 和这个演员同名的人的性平权 甚至还要剥夺和他的狗 长得像的狗 我实在总结不出来 这叫什么犬 因为太离谱了这件事 这事简直就是离谱 给离谱他妈开门 离谱他妈到家了 就在我制作好视频 准备发出来的时候 李学正的微博 公布了最新的消息 就在12月24日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正式受理了张哲瀚的报案 同时微博当中还表示 这有望成为刑事案件调查的开始 民事诉讼也即将开始 那至于我为什么要把这条新信息 插播到我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来 只要是因为在这一条微博当中 李学正老师还透露了一个信息 就是之前张哲瀚也在南方某城市 公安局进行了报案 但是呢 可能因为舆论的压力 和网络暴力的严重 当地的警方并没有受理 因此 在我们刚才总结的七条 对张哲瀚的权益侵害当中 现在又加上了第八条 他丧失了司法维权的途径 那么上述的史无前例的 对一个中国公民的绞杀 到底是由谁来完成的呢 网友们说 那不是广电封的吗 那不是那文旅部门官方封的吗 我们把时间轴调回到八月九月 这段时间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观察了一下 平台论坛 尤其是一些相对来讲 比较封闭式的论坛 我们就会发现 当时形成的这种舆论的氛围 和传言是怎么样子的 哎 这是封杀了吗 不可说 不可说 上面通知的 哎那咋没看着文件呢 那是你该问的吗 上面都说了 直接下发到各平台的 直接通知的 就是全面下发 可是理由不充分呢 还没调查呢 而且这阵仗不大对劲啊 应该是有猫腻 都告诉你 不要提了不要提了 上面都订完了 以上的小剧场 代表的就是 在当时的舆论氛围当中 在一些论坛当中 一些网民在探讨这件事的时候的 一种相对比较普遍的 心理状态 和网上讨论的一个状态 然而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其实啊 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 就有很多公民想弄清楚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像有权单位 广电总局 还有就是文旅部 去申请了信息公开 想问一下 这个封杀令 是不是真如坊间传言 是由广电总局和文旅部 进行下达的 然后两个真官方 也非常负责的 给出了清晰且明确的回复 其实之前都否认了 没有下达 但是可能之前的舆论氛围啊 或者说网络环境啊 导致这些回复 并没有被广大网民啊 和一些媒体所熟知 再加上中演协 11月23日的时候 再次出台一次 所谓的封杀令 强化了这种封杀印象 持续加强和扩散了 其封杀行为所带来的恶性后果 所以在10月到12月 又有一些公民 去再一次明确的 向有关单位去申请信息公开 之前呢 公民有在10月29日的时候 再次向广电总局申请信息公开 信息的内容当然就是 关于张正汉的一个劣迹啊 或者施责的一个界定问题 还有是否出具了这个相关的封杀的这样的公告 那么广电总局呢 当时回复的是 这个事实 信息我们需要再去查证一下 因为毕竟他这里面设计的信息比较多 所以有关部门本人负责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要先去查证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提出的是延迟20个工作日进行工作答复 然后呢 在近期 最新的一份是12月22日的时候 广电总局就此问题 进行了非常明确清晰的回应 没有任何回避 他的回复是这样说的 经检索该信息不存在 也就是封杀令是不存在的 原因是我局未制作或获取相关信息 不仅是没有制作相关信息 而且是没有获取相关信息 那么这个和仿电传言和中演习的说法 就是不相符的 除了广电总局这边 我们再来看看文旅部这边 12月14日的时候 文旅部呢 就公民的申请 信息公开的申请 也进行了一个回复 回复的内容呢 其实和广电总局这边的回复的态度 几乎是一致的 也非常明确 说经检索 我不未制作 未获取 你所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 还是未制作 且未获取 但是中演习持续装死终化 所以有些网友啊 就做出了更加细致 非常细节一些信息的 项目的信息公开申请 他申请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申请的内容当中有个第五条 是我们大众比较关心的一个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说贵部是否向该协会 出具过界定 注意界定张哲瀚为 劣迹或诗德师范艺人的书面文件 是否向该协会会长 传达对张哲瀚属于劣迹 或诗德师范艺人的口头指令 这条信息公开里面 有两个项目值得关注 一条是对张哲瀚是如何界定的 第二个就是书面及口头 因为坊间传言是口头 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这个信息询问的非常细致 不仅有书面是否有下达过 口头是否有传达过 我们再往下看 是否向该协会下达过 要求该协会对张哲瀚进行行业的从业抵制的官方文件 或口头指令 从业抵制是不是官方下达的 包括了抵制的内容有什么呢 这里也可以做了非常明确的列举 包括要求网络平台关闭其账号 要求各网络视频平台下架其所有作品 要求各网络平台不得为其提供宣传便利 要求各平台禁止出现含有张哲瀚的名字 影视制作歌曲声音或信息元素的创作作品和文章 那此处我想解释一下 这里学问的非常细致 不仅包括了其本人的作品的下架 对其本人的宣传和发声渠道的封锁 还包括了比如说相关的带有它元素的 粉丝进行的二次创统 比如卡通文章视频原创歌曲等等 这些但凡和它有一点点关联元素的 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 说我截个手 我截个脚 是不是都不允许出现 包括是不是张哲瀚这三个字 这个名字是不允许出现在公共平台上的 这些都在这次的信息公开询问的内容当中 非常细致 我们继续看 是否要求各网络平台 不得发布有关张哲瀚及家人的正向文章和文字 要求各网络平台禁止张哲瀚家人 原有的合法经营的公司从事网上营业 要求各网络平台只允许发布咒骂 侮辱造谣张哲瀚及家人的文章和文字 要求各网络平台不允许发布 关于张哲瀚邀院的辟谣文章和文字等等 这就涉及了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舆论场上的近红不近黑 连中立的都不允许存在 这个事情是不是官方的意见 那么对于这位公民 做出的非常细致的信息公开的申请 我们的官方也毫不含糊的直接给予了正面回应 是这样讲的 说针对您提出的第五项申请 答复如下 经检索我不未制作 未获取您所申请公开的信息 所以仍然是未制作未获取 也就是说对于张哲瀚这位演员的 所谓的违法师德 师范猎记等等 这些的界定是没有官方支撑的 那么对于他的封杀 也不是官方发出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都是中演鞋 他在假接上级之名 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发布 而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接下来看这条微博 这条呢是昨天理学生微博 转发的一位律师 发布的一条微博 这位律师说了 说认真的翻了一下贵会的章程 突然发现贵会经审定的章程里面 可不包括搞什么劣迹艺人名单啊 涉嫌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一款第二项 情节严重呢是要撤销登记的 也就是说中演鞋他行使了一个根本不在其自身章程之内的权利 而他的这项行使涉嫌了违法违规 他可能会被撤销登记 丧失所有主体资格 这就很搞笑了 我们就更好奇了 这样一个自身的资质 甚至可能会被撤销登记的 并且像我们之前的几集吃饭视频里提到的 这个博会本身身上就露得跟筛子一样 各种违法违纪的限量在他身上疑似的东西太多了 全都是毛病 他是怎么做到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一种实质性的风沙 甚至比刑事处罚带来的这样的后果和危害都更严重的呢 那么他是怎样做出超出自己权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 成功的气上埋下的呢 在12月21日的时候 李学正发了一条微博视频 里面讲到了腐败分子惯用甩锅技术来完成步伐行为的一个基本流程 那在这里呢 我就把这个视频里提及的这个甩锅行径的一个基本模型 就简单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我们假设啊 有这么两个人 A和B 那么A呢 和B他可能是竞争对手 他也可能是仇人 A对B呢 恨真入骨 就想搞掉他 但是他自己又没有能力和权限 他搞不掉他 所以呢 他就找到了一个 有一些权利和资源的 可能是组织 可能是个人的这个C 给了C利益和好处 让C去搞掉B 但是你不能冤无故的搞人的B啊 这事不合法也不合规啊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C就会对下属执行者去说 上面领导批示了 这个B他有大问题 下面人一听 那领导既然批示了 肯定是掌握了一些我们下面不太清楚的事实 才会做出这样的批示啊 所以就执行了去搞B的这样一个行为和命令 所以这个C啊 他是其实通过甩锅领导的方式 蒙蔽了下面的人 但是你光蒙蔽还不够 你必须得拿到一些支持或者说批示才行 所以他又去找到了领导 跟领导汇报情况啊 说这个下面已经调查了很多了啊 掌握了很多事实 所以这个B啊 你必须得去管一管了 这就完成了一个欺上埋下的一场大戏 完成了对B的打压和攻击 以此来从A那获取了好处 所以对于中演协的各种行径 网友就进行质疑 他们问中演协你是在窃权吗 你在窃谁的权 你发布承接明天的依据是什么 有证据吗 证据来源是什么 如果没有证据没有可考的来源 就随意发布了名单 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 不仅可能摧毁一个从业十年的青年的视野和名誉 还造成了 比如说我们在视频最开始 去跟大家介绍的那个 严重的侵犯了公民权益的恶果 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果 所以网友才问 中演协你准备好了吗 被你甩锅的上级下属 被你绞杀的张姓演员 被你愚弄的网友民众 被你伤害的公信力 你准备好面对他们并承担责任了吗 装死是做不过去的 早晚有一天对不公堂 到时候看你怎么装死 那随着这一波 官方有担当负责任的明确的答复 我们也相信更多的平台啊 媒体啊普通网友啊 都会逐渐了解更多的信息和真相 那么张照汉这个名字 和与其有关的相关的信息资料 包括澄清 以及对这件事 对他这个人遭遇的这件事的一个正常的讨论 我们也相信会越来越多的 出现在各个平台和媒体之上 当然了 如果仅仅是中演协 出具了这样一份欺上瞒下 疑似违规违法窃权 而进行的名单公示 或者说对一个艺人进行了封杀 那他其实并不至于达到 相对当财和其他家人 进行的这样史无前例 令人发指突破底线的网报和侵权 那么是还有什么力量去引导和配合了中演协 完成了这样一场可以说堪称恐怖的公民绞杀的呢 这种利用舆论 替代法律和权力机关进行网络审判的模式 就是我们下一期要吃的网了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吧